对于日本来说,春天不只是烟花盛开的时节,也是各个学校的毕业季。 就在上个月,一名叫色谷新军的15岁中学生,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到底有多特殊呢? 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人毕业。 这并非因为这所中学对毕业要求严苛到变态。 而是在色谷新军的整个中学阶段,全校就只有他这一名学生。 这所学校就是飞岛中学,飞岛中学就在山形县九田市的飞岛上。 那么飞岛在哪里呢? 飞岛位于日本海区域,面积2.7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50米。 还真的是很秀真啊,在地图上太难找到了。 飞岛是山形县唯一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 目前,岛上的居民,也只不过200人左右,平均年龄超过65岁。 大多是一些以捕鱼为业的老年人。 在飞岛,连超市、便利店都没有。 只有两家药店和酒屋。 想吃鱼肉,就下海捞。 想吃蔬菜,就自己种。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岛上也没有公交或计程车。 出行全部靠徒步或自行车。 想要去市区购物。 可以乘坐75分钟的轮渡,前往九田市港口。 但是每天只有一班。 好原始。 好远古。 好适合隐居有目有。 由于太远离人间烟火了。 岛上的年轻人,自然是耐不住寂寞的。 往往最后都搬到了大城市定居。 然而,一个男孩的到来,让飞岛发生了变化。 没错。 就是飞岛中学近年来唯一的学生色谷新军。 2009年。 由于新军父亲的工作变换。 侧古一家五口搬到了飞岛。 新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飞岛读小学。 小学毕业后,新军又在岛上上起了中学。 但在到来之前,飞岛中学已经停止办学了很多年。 校长加上各科老师。 一共只有五个人。 校长一位教务主任兼社会,国语老师班主任兼英语。 美术、技术老师副班主任兼数理、音乐、保铁科老师以及一位生活老师。 然而,飞岛中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因为只有一名声援而降低。 恰恰与之相反。 学校的教学资源和活动机会,都提供给新军一个人。 让他过上了Funkan、Fujo、Do Ren、Tai Huan的年少岁月。 平时上课是什么样的? 教室里只一套课桌椅。 完全在老师眼皮子底下上课。 多对一教学怕是一点小差都开不了。 不仅上课,就是午饭时间也和老师形影不离。 几人围坐住吃饭。 记者还 请得问你 和老师关系怎么样啊? 亲君还能咋说? 当然是像朋友一样咯。 达宛老师都笑了。 哎? 这违心的回答。 然而节目组还不肯放过他。 前方扎心提问第二弹。 毕竟也到年纪了。 那么,有喜欢的人吗? 亲君的回答,诚实又心酸没有。 全校就他一个学生。 全岛就他一个小孩。 让他去喜欢谁啊。 上个月,亲君结束了中学生活。 学校在官网上记录了新君初中三年来的成长经历。 一起看看吧。 初中一年级。 学校的老师们和小学部唯一学生集体为新君庆祝13岁生日。 用牛奶代替啤酒干杯。 数学课上。 学习怎样灵活地使用飞岛地图。 国语课上。 学习米苍奇嘉年某日本男演员的反文中的表达技巧。 邀请家长来听课。 哈哈哈哈哈哈。 日本也有这种活动啊。 学校还特地请来了日本野鸟协会的人员,来给新君上自然课。 介绍有关野鸟的各种知识。 请来九田市教育委员会的老师上思想品德课。 一对一的火灾预防避难训练课。 学习怎样使用消防栓。 除了以上这些常规课程以外。 学校还在艺术、体育方面,对新君进行全方位培养。 绘画课上。 学习手绘性纸。 书法课上。 第一次写毛笔字。 立下新一年的目标。 音乐课上。 学吹笔字。 手工课上。 学习制作纸花。 编织课上。 学习怎么织毛衣。 体育课上。 学打羽毛球。 还学习打篮球。 和小学部的学生一起参加篮球赛。 还有自行车特训。 再来看看新君初中三年的校园活动经历。 在社团活动时间。 体验滑皮滑艇的乐趣。 参加学校耐力跑比赛。 跑了1500米。 老师和飞岛综合中心的副所长也一起参加了。 坐上渔船。 环绕飞岛周边巡游一圈。 学校还带助新君,一起去新泄县的学校交流访问。 在这里。 新君体验了平时在学校体验不到的群体朗诵、音乐合奏等活动。 去海上保安部,参观了巡艇等设施。 课后实践。 在学校的菜园里种蔬菜。 芋头成熟了。 来收菜了。 可以煮香喷喷的芋头吃了。 把收下来的柿子晒成柿子干。 为啥整个岛全围绕着孩子一个人转。 真是天选之子啊。 不过天下总有不散的宴席。 度过了三年愉快的初中生活。 新君在上个月迎来了毕业典礼。 岛上的老爷爷老奶奶,纷纷赶过来参加新君的毕业典礼。 新君在发表毕业感言时说道。 虽然三年来一直没有学长学姐和同学。 但是我从未感觉孤单。 演讲完毕。 校长为新君授予毕业证书。 岛上的乡名为新君送上注册鲜花。 亲君与父母还有学校老师们一起合影。 随助新君的毕业。 非岛中学也要再次修校了。 这是自2003年修校以来的第二次修校。 专为一个人而设的学校。 不仅没有因此而懈怠。 反而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所有在社会上需要的技能。 一样不落全部教授给他。 这才是需要我们思考、学习和探讨的教育, 应该有的样子。